好,我们看一下这款锁是怎么录入指纹的 现在这款锁没有录过手指 任意指纹都可以开锁 好,我们先试一下 任意一个指纹都可以开锁 证明它里面是没有指纹的 然后现在录入的话 先把手指放上去按一下 绿灯亮了 再把手指放上去长按不动 等到绿灯闪烁的时候 把你想要录入的指纹放上去 一下 两下 三下 四下 听到第一的一声就录入成功了 一下 两下 三下 四下 录入成功第二个手指 好,我们录第三个 好,三个手指已经录入成功了 这里需要注意的就是 你在录入指纹的时候 手指按每一个方向都去按这个指纹头 到时候你开锁的话要灵密一些 好,现在绿灯熄了 我们试一下我们刚才录的指纹能不能开锁 好,可以打开的 好,我们刚才小指是没录过的 我们试一下 它提示指纹错误 就证明已经录入成功了 这块锁的话 它一共可以录入十枚指纹 前两枚默认为管理指纹 后面八维是用户开锁指纹 用户开锁指纹只用于开锁 前两枚管理指纹 可以用于添加新的用户开锁指纹 也可以用于删除所有指纹 好,我们试一下怎么添加用户开锁指纹 同样的 将你录入的前两枚管理指纹 任意一枚先放上 按一下绿灯亮了 再放上 好,绿灯闪烁的时候 把你想要录入的指纹放上去 同样的方法按私下 然后等它绿灯熄了的时候 我们再试一下 好,小纸就可以开了 好,录入的方法就是这样的 然后现在我想删除锁里面的全部指纹是 也是用管理指纹来删除 用管理指纹先按一下 然后再长按 绿灯闪烁 再长按 红灯闪烁 再长按不动 好,现在按到红灯熄了 现在就全部指纹删除成功了 全部指纹删除成功以后 它的指纹库为空 任意指纹都可以开锁 我们试一下 好,它随便一个手指都可以开锁了 好,非常好 好, anyway